就这么的简单 你所想的这一个人 不论你是分手断联 或者是你们要正式交往 三个月复合跟正式交往的几率有多大 好不好 那如果说他们没有跟你复合跟交往 那他们后悔的程度会是多少 那如果说拉旋的你有感应的牌卡 那我们就尽心解拍 上天天更新劳于你的心 喜欢记得订阅起来啦 我们来看一下他想要跟你复合的几率有多大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一下 如果他没有跟你复合 他会有多后悔 那我们说夺角咒 象征的是一种纯真跟一种神奇的力量 跟美丽以及优雅跟治愈联想在一起 所以如果你可以跟他之间 你时常的保持美丽跟优雅 那相对又保持善良的话 他跟你复合的几率是百分之百 可是万一你不是这一种带着纯真的能量 他确实要跟你复合的几率就会比较低 所以你想要跟这个人复合或是跟他在一起 你一定要表现出像小孩子般的内心 甚至直觉力非常非常的强 他想要跟你之间拥有很多的梦想跟愿望 开开心心的人量是非常的强的 因为抽到这张牌卡梦 他很容易被艺术感所吸引 喜欢跟美的事物去产生一些连结 所以这一个人就非常的浮浅 喜欢的是外貌型的这一种迷人的感觉 那独角兽他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人 那他相对之下也希望你可以提供于他保护跟指导 也就代表我们说的你需要有这种疗愈的状态 在他的能量的精神上 你要积极的去表现出 能够帮他做一个治愈 我们说看到独角兽是一种罕见而神奇的经历 所以独角兽他带来的讯息 代表是一个神圣的奇迹 也就会代表他会希望你像男神跟女神般的存在 甚至于你们的未来都要看到希望 甚至如果他正在一个困顿中 你要救赎他 然后让他产生于幸福 如果呢这一些你都达成 你可以提升他的精神 那确实他对于你的复合跟在一起的能量是百分之百 但你一定要小心 他独角兽存在 也就是代表某种程度 有一些人会特别的沉迷于逃避现实的倾向 那也就代表某种程度 他不是一个较大实际有人 所以他是活在一种幻想里面 所以就代表你要给他拉到现实的时候 你要特别的小心 不然呢一不小心就会让他 我们说的可能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去明白这个现实 而造成他某种程度太过于幻想 所以就会变成跟你们之间的关系去做一个崩坏 所以这一个人你跟他相处的时候 你只要培养出优雅跟开心的一些能量 那他就会跟你之间呢 是一种种更好更美丽的象征 因为我们说独角兽的那一种号角 他的角是防止毒物跟邪恶有关 就代表他这个人不要邪恶 所以万一你们是任何的关系 记得不要有那种邪恶的思想让他知道 只要保持一种成长开心的能量 他跟你复合几率绝对是百分之百 记得一定要保持纯真 甚至于他要一种优雅跟美丽的外貌 你的情绪跟智商也要保持一种 非常灵性的一种冷静 如果你身上有充满着爱跟同情给他 相对于之下 他就会整个人想要跟你之间的未来的生活 更加的积极充满着爱的关系 所以记得像孩子一般的天真的看待的世界 你们的复合几率是百分之百的 但如果你们有任何的邪恶的思想 那我要告诉你 你们复合或者是在一起的几率就是趋近于零 那他想要跟你之间的未来的梦想 有可能就是可以我们一起去热爱旅行 或者是我们一起去挑战人生中一起成长的未来 穿越不同的领域 然后为你们的未来带来一种新的冒险 那确实你们两个人只要有新的领域 新的课程 新的连结会带来很多的好运 那最主要的是什么 他想要你们彼此都可以理解彼此的 未来想要的路 去培养目标 最后面慢慢的朝着梦想的前进 他想要跟你之间比较像是团体合作的 一起的成长跟进步 而不是谁消耗谁跟谁内耗谁 保持一种持久的关系是他所想要的 所以他跟你之间不是要那种花花公子的短暂的关系 如果可以你唤醒他心灵的内在 你最主要就是情绪困管要非常的好 对他纯正跟诚实 只要你可以消除他的那种负面情绪 你自己也不要对他有负面情绪 确实呢 你们两个人的人生目标都是保持于一致的 没有争执的互相的体谅 那你们两个人之间 最后面的爱情当然是朝向 百分之百的在一起跟复合啦 那记得有邪恶的思想 或者是有不开心 那确实这种关系就是零哦 那我们看一下 如果他没有跟你在一起 或者是跟你复合的情况之下 你选择了别人啦 反正就是错过了 他会不会后悔 他后悔的几率有多大 我们看一下 他会很后悔 一开始他没有选择你 他超级后悔的啊 这一边后悔也是百分之百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极端的状态 钱币一你会代表说 他会很隐恨 为什么一开始没有好好把握你 甚至他会痛苦到早知道 一开始不如不要有任何的开始 因为他陷入其中 他对于如果没有办法拥有你 他会非常的痛苦 可是是留着钱币二 所以就会代表说 他会很隐恨 如果他选择了别人 其实他想要的是 当手后是两个都要 那如果说他没有任何的对象 他会觉得如果说 他今天生活的平衡 他希望有另外一个人是你 如果你没有在他的生命中 他会对他的人生 杂乱无沾法 他不知道什么是优先的先后顺序 甚至他会觉得 很多的事情 让他觉得不知所措 他觉得他的生活 因为没有你变得一团糟糕 所以就代表 他会非常的苦涩 他甚至会觉得 跟你之前的关系又不长久 那跟别人也没办法长久 甚至于他会觉得 他的人生中 他就会不断想要跟别人吵架 那因为他没有拥有你的情况之下 他觉得他的人生 有如失去了 原本一开始的那种 开心的能量 跟开心的希望 所以如果你离开他 对他而言是超级大的损失 他会觉得他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而且他会非常没有安全感 他会觉得你是他人生中 那种幸福的机会 他也会弃自己 因为自己没有好好把握你 而去难过 他会觉得为什么会丢失你 他其实很希望事情 都可以造一开始的那样的做 所以他会因为离开你之后 他会觉得 跟未来的伴侣 也很难的沟通 甚至于就是他的不安全感跟不稳定感 是非常非常的强烈 所以这一个人对于离开你之后 他的后悔程度也是百分之百 那你们如果可以就好好连接在一起 给他梦想跟希望 他是一个就是没有办法接受 接受生活中困难的人 所以如果可以就好好地爱他好吗 所以也就是代表说 如果说你跟这一个人在一起 他要记得 你如果说真的他已经放开你 也是分手段 你要记得谢谢你的不珍惜 让我学会了放弃 那因为他的不珍惜 也会让你明白 有时候放弃是一种解脱 你想一下 现实一次这个告诉我与你 就不是所有的付出都能换来回报 也不是所有的坚持都能走到最后 所以你要明白哦 如果一个人对于你的冷目跟疏远 像是一盆冷水 让你从自欺欺人中的幻想通交信 那你就要明白 时间终究会教会你 在感情的世界里 当方面的付出终究是换不来 双奔的一种奔赴哦 你要记得 只要你曾经努力 对方就会看到你的好 只要你坚持了 你本来都是深信 对方是会回应你的真心 深信的哦 那你要明白 虽然你错过了太阳 你不要认为说错过了太阳 你就没有了以后 你要记得后面其实 太阳如果逝去了 它落日了 还是会有一群星星在等着你 好吗 所以这一个人 如果是保持着单心 单纯的心 你们两个人是可以 一辈子在一起的哦 喜欢我的拍卡 记得给我个赞 如果这一拍卡 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 记得留言加订阅 可以获得20分钟 免费的占卜一次哦 当然你已经使用了 记得 追踪我的instagram 跟facebook 三个月左右 有时候什么连续假日 我还是一样 会有那一种特别的 一两个月就有占卜 免费的占卜放送 就怕你们不来邻居啦 那当然香天音跟新疗允的心 如果你已经订阅 还没有办法满足 记得 小儿的赞助会员频道加入 就可以看到 香育露的新的影片 那如果你想要学 占卜教学 记得一样 就是在会员频道 那我们明天见 我们看到这一张牌卡 请问一下 它对于你 你们两个人 之间在一起的程度 有多高 大象它代表的是一种力量 跟一种灵感 跟长寿 跟一种毅力哦 所以它跟你在一起的状态 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可是呢 跟这一个过程 是非常的慢 你需要有难以自信的 这一种的体力 你才有办法 跟它之间成为 那一种心灵方面的想导 所以它跟你之间的状态 是非常非常慢的 那我们说大象 它某种程度 在非洲 被认为是神灵的统治者 那它 某种程度 你不要看它傻傻 其实它拥有一种 出色的记忆力 跟一种智慧的这一种的能力 所以某种程度 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它的记忆力其实是非常好 所以你做过的事情 它都记得 所以它会给你打笔记 所以你如果做得好 就让你带你上天堂 那如果你做得不好 它就带你下地狱 因为它的记忆力非常好 所以它随时都在审判你 那我们就说爱你的人 会千方百计的靠近你 不爱你的人 会千方百计的愿意你 所以它对于你们两个人 在一起的程度 可能会落在50到60之间 因为要看你的表现 而决定你们两个人之间 在一起的程度 即使大象它虽然很慢很慢 可是其实它体型很大 还可以很快速的奔跑 只要你向它证明 你有那个意志力 你也能做到 那确实它会把自己的力量 用最好的方式去利用它 来好好的认识你 所以如果可以 你也可以为它发送一个讯息 只要你是一个自信又有平静的话 那相对于之下 它会很勇余的 想要分享自己的人生的观点 跟你的观点 你跟它之间绝对不要有恐惧 或者是有任何的羞耻心 或者是害羞 它喜欢那种有勇气 有决心的人 可以进入到它人生的世界里面 因为我们说稳定 是大象的另外一个象征 它自己很喜欢深厚的安全感 稳定跟不变 所以也希望你不要太过于善变 它不喜欢善变的人 所以如果可以 你跟它连结在一起 它其实是愿意帮你 克服你的情绪化 跟所有的困难 跟外部的压力 它会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 是有能力面对所有的障碍 所以如果可以 它要找一个 能够保持稳定跟平衡的支持 甚至你可以鼓励 彼此你鼓励它内心找到稳定 它也会鼓励你内心找到稳定 因为它想要一个充满自信 跟有毅力的人一起前面 那大象的口头惨 它某程度代表是一种甜蜜与爱 那同情心跟宽容 跟敏感跟善良 是大象精神的所有的众多特质之一 它是一个盟友 也就会代表说 这一个人呢 他想要陪你度过人生中的困难的时刻 他母性的能量是非常非常强的 也就会代表说 如果可以 我说你跟他之间要有那种稳固的安全感 你也要像妈妈一样保护的那种小乡 不要让他有受人耻笑 或者是给予他伤害 因为他跟你之间连结 是一种忠于家人的状态 他会不惜一切的保护自己的家人 所以如果说你跟他真的确定走下去 他是要跟你结婚 跟家庭的连结 所以如果可以 你也可以连他的家人一起爱的时候 那相对于之下 他就会很希望你一直停留在他身边 所以如果你对于他家人的能量 也是可以爱无及无 那你的在一起的程度 就会升为70分了 所以满分10分会有7分了 那我们的要告诉你的是什么 他呢 相对于之下 他记忆力很好 所以他会一直不断跟你打分数 所以你的表现 要一直持续的保持高分的状态 他才会跟你之间去做一种连结 那你不用紧张 如果你真的跟这个人在一起 确实 他是有一种好运的象征了 因为某种程度 他是一个愿意跟你之间 勇于面对未来的困难 在艰难的时期 可以减低自己的立场 他是非常的善良的智慧的 他也希望你如果可以 你也同步的拥有同情心 彼此成为彼此鼓舞内心的响导 那他会对你永远的温柔 跟产生的爱心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所以你们在一起的几率是70分 好 就要看你自己怎么样去调整 好 调整说不要让他有太多负面能量 因为他要是安全感 所以你只要稳稳定定就好了 也不用什么大起大落 什么浪漫惊喜都不要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他没有跟你在一起 他的这一个后悔的程度 力量排直接逆位了 我就说了他想要在你身上 让你一种母亲的能量好 这里一样是逆位了 我跟你说 如果他会困在这一个噩梦里 他会难以的走出来 可是某种程度 他也会逼自己去疗愈好自己 那我们看到的是力量排逆位 我们说他离开了你之后 他会有多后悔 他也是超级后悔的 我觉得香的粉丝都非常的 一直抽到关于力量排跟保护排的能量 都是圣母玛丽亚来着的能量是非常非常的强 你离开他以后他会自我怀疑 甚至他会感觉到混乱 他会觉得你离开之后对于他的生活 他觉得他是有挫折感 他失去了勇气 我有说嘛 如果你跟他在一起 他会跟你有勇气的互相的扶持往前进 那很刚好 你抽到的大象是一种力量象征 确实他没有你以后 他力量也逆位了 所以也就代表他不舒服 他感觉到不安全感 他甚至觉得自己的人生失去了纪律 他会后悔自己的行为 所以他会觉得非常的空虚 他甚至觉得你误解他了 甚至就算他选择别人 他会觉得他是错误的选择 他没有办法再去找回他的自信 原因是什么 他会反而因为离开你 他非常后悔 他会避免再去跟别人建立任何的关系 所以他非常后悔的程度也不用相说了 力量排在逆位了 就代表还有谁能够像你一样的 给予他自信 给予他温暖 当然就是没有啦 甚至这里还有一个噩梦牌 只不过噩梦牌是逆位 那你就得把它困到过去 他觉得他人生缺乏希望 一样他会觉得非常的压力 他甚至他已经没有办法看到后面的问题了 他人生没有办法放松 甚至于他开始悔恨 所以这两张牌都是后悔的能量 非常的强 他甚至会怀疑你是不是对他不忠 那也有可能如果他有不忠 他会非常的自责 所以他还是怀疑说 你们两个之间就是有第三者 所以才得不到 那关系的下滑 他确实都会觉得一切来不及了 他的人生将会就是在帝国里面 那只能说 这一个人也确实的 他会困在过去的关系 他会觉得人生缺乏 希望跟你之间也没有可能了 所以他非常后悔 他就是会躲起来 就不会再来烦你了 那喜欢我的拍卡 记得给我的赞 如果这些拍卡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话 记得留言加订阅 可以获得20分钟免费的赞补一次 当然如果你已经使用的话 记得追踪我的instagram跟facebook 可能还是可以持续的获得免费的文字赞补 那再来就是 如果想已经天天更新到你的心 还没有办法满足你的话 记得 小儿的加入会员频道 可以抢先看到相遇落的新片 那赞补数一样在会员频道 那我们明天见 我们可以看到海星 蒙蒙蒙特它会有五个触角 如果你把它感断 它会不断的重生 所以你跟它之间会有分分合合的能量 是非常非常的强的 那甚至于你要说你跟它之间的关系 我只能说你们一开始 可能不会在一起不会复合 但你们是要后面才复合才在一起 所以你可以说从0到100 你们都同时拥有 所以你们两个要有24的连结 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才会做重来 海星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它再生的这一个能力 即使它失去了肢体的话 它相对于之下 它会重建自己跟疗愈自己 不论你们两个现在有关系如何 多么的争吵 或是多么的爱 它确实都会有断开在连结的能量 是非常非常的强 它的 那海星也代表圣母玛丽 也代表海洋之星 它其实是一个伤口的意思 那它想要人生是达到一个平衡 所以它必须要断断续续的 那我们说无限的循环跟重生 再加上海星 它有独特的移动的方式跟生存的方式 它其实是要群体结队一起生活的 是有社区性的 但它在任何情况 它都是有机会做一个茁壮的 我们说海星也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 它也依旧有那种 治愈跟保护的那种精神的洞悉力 可是它是很需要平衡的 所以某种程度我们说海星 它想要跟你之间呢 因为有五个触角 那你也可以说 它某种程度有重生跟再生 也就代表它跟你之间 它有机会去看看别人的能量 是非常的强的 所以你们如果说要在一起的能量 我如果硬要给分数 确实也是30分 因为你是后面才在一起 那如果你们中间的那种 让它的感觉没有很好的话 那你们两个人之间 又要在很积极的在一起的能量 确实是非常的低的 所以很遗憾的 就只能给予你们30分的一个状态 跟一个能量给予你们拉 那这一个人呢 如果你想要跟它之间的关系 再更深入一点点 那也确实 我们说海星的某种程度 它是一个 它会在海浪的波关中 垂涨的海洋中漂流 所以海星呢 它有种漂流的状态 那我就要告诉你说 确实它有那种再生更新 跟引领的基本功力 它在寻找力量的生命的旅途的时候 优雅的驾驭着生命的变化 拥抱着疗愈的更新的过程 那它的核心就是在于再生 也就是在把 它的成长是非常的脆弱 在把一开始它给你30分 为什么 因为你们感情很脆弱 那到后面 如果可以 怎样 通过浩瀚的海蝶航行当中 海星它成为生命川流 生命里面流动的那种指引的象征 所以就在你们两个人之间会有很多的变化 最后面才会重新的在一起 所以确实你跟它之间的关系 要有一种很耐心的认可 很像暧昧了很久 好不容易以为在一起了 后来又断开 然后就这样子重复的发生 因为海星某种程度 它也有那种吸附能力 而且呢 它有一种消耗腐烂的物质 把它变成营养的循环再利用 所以你就要明白了 这种关系确实 你们两个人之间会不愉快的结束 或者是暂时的断开 暧昧的状态的断开之后 再重新的连结的能量非常的强烈 那我们说 那有一 那你觉得这一个人 如果这样子断断续续的 重新的来来去去的 值得你苦苦的挽留吗 如果有一些感情 它其实有一种程度 不值得你一直牵挂 如果可以 你们曾经心碎的那些日子里面 他也觉得这海星也代表 你跟这个人确实会心碎 可是这些心碎都会成为 你们成长的一个解体 请你学会不再为了遗憾而困扰 你要明白 你真正属于你的 是不会轻易的错过的 那未来这个路上 你一定要保持清洗 更加的重 从容跟坚定 好不好 所以跟这一个人 确实你的过程当中 会有很多的脆弱的状态 让你心碎的能量非常的强 可是偏偏他就像打不死的沙郎 跟好像没有办法停止再生的海星一样 他会一直 不断疯狂的来找你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跟这一个人 好好的下去 确实是无限循环的痛苦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这个人离开你了之后 他会不会后悔 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好像也会有去敌人的能力 就这两张 七品 权杖妾 我跟你说 这个人并不觉得后悔 因为这边才说 他是花心的人 他抽到了圣被 国王逆位 所以他的情绪是无地放死的 去分享给所有的人 他的情绪也不是很稳定 所以他确实有一点烂情的程度 那这边有一个权杖妾 把他离开你 他不会后悔 他觉得他的手 轻轻的一拿捏 就把你拿捏住了 他就会再次的回来 你是离不开他的 我相信我应该是 第三组的这个组 应该是香香的粉丝 选到最多的选项 因为香的粉丝 比较容易遇到这种 对方拿捏你了 就是欺负你的能量 非常的强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 纯杖妾 我也觉得代表 他会觉得 他每一次都有机会去 去获胜了 因为他那一种 面你今天要拥有你的能力 跟你的勇气 是非常非常的强烈 他甚至觉得 跟他打仗的人 都是弱者 所以他一定能够 赢得胜利 也就是代表 他其实是一个 这方面的经验的佼佼者 他懂得如何去 拿捏别人的心 因为他非常的聪明 而且他是有经验 有知识的 他懂得去如何的 去掌握出脆弱的人 所以他其实都是一种 防守的阶段 所以你如果说跟他之间 他确实没有后悔 因为他觉得 他想要什么东西 他都是可以去得到的 只要他想要 没有任何东西 他没有办法掌握局势 他甚至觉得自己 非常的自信跟强大 他只要想要 他就可以得到成功的 等于是攀上了成功的解体 所以呢 如果说今天 有人想要恶意的跟他抢你 他其实某种程度 他都会觉得 最后面你就是他的 那原因是什么 我们说圣杯国王 逆位某种程度 他情绪不是很稳定 他其实是 有一点点的自卑的 所以他要透过这不断的 跟别人的重复的连结 跟你不断的反复的在一起 他才觉得自己的情绪 是可以获得到 有价值的 那慢慢的他的理性 才会有这种妥协 他甚至有一点 忧郁的情况 虽然他跟你分手了之后 你以为他好像 无忧无虑 其实不是 他还是有一点隐忧的 因为他某种程度 他很想要掌控 跟操控他生活中 造成他人生不确定的人 他希望你可以为他人生 去做一个负责 那确实在他混乱的时候 他会去做一个断开 他就会不想要沟通了 他就觉得 伴侣没有办法理解他 所以他一定要 跟这一个人 保持情绪稳定 那健康的关系 你们两个人 才可以恢复 健康的恋爱的模式 所以记得 如果说放弃一个 不值得的人 可以迎接更好的人 当然是OK啦 但因为这个人 会无限的循环 如果你已经确定了 这一次你不再回头 那你就要往前进去 寻找自己的幸福 希望呢 香的粉丝 每一个人都懂得珍惜自己 也懂得放弃 不要辜负别人 也不要委屈自己 好吗 好不好 那这一个人会 无限的循环 再来决定 香的预测 就是交给你 但是最后面决定 还是在你们身上 喜欢我拍卡 记得给我一赞 如果这一排卡 没有把解决问题 的话记得留言加订阅 可以获得20分钟 免费的占卜一次了 当然如果你已经使用了 记得 可以追踪 Instagram跟Facebook 可能每三个月会有一次的免费文字的兑换 持续的关注 才可以获得免费的占卜啦 香天跟心疗允的行 如果已经就是天天更新 还没有办法满足你 你有想要看很多的新片 记得 加入我的会员频道 小偶的赞助就可以看到了 那占卜的学习